接下来我们来看满足以下方程的解是一个向量空间吗 第一个例子,第一个例子里面我们来看 第一个,他一一是一个解 这两个都满足 如果我们例等0的话,例等0,我们可以再解出来 8分之15跟8分之9也是一个解 可是这两个一旦加起来之后呢 这两个解加起来之后,我们就得到是8分之23,8分之17跟1 这两个加起来之后怎样 这个解就不满足了,就变成X加Y加Z等6 所以如果你后面有3,你这样解一加之后 封闭性就会失败 封闭性是最基本的要检查的事情 但如果后面都是0的话呢 这个其实原本有一组解在这里 另外一组有一组解满足,另外一组解满足 这样加起来是两组都会满足 对不对,因为例如我们看一下有一组X0,Y0,Z0 带进去两个都满足 例如就是我们会有X0加Y0加Z0等于0 那有一个SEYZ也是加起来都会等0 但是我们一起来看,把这两组解加起来 这两组解加起来之后 其实这样子还是一个解 然后再乘一个系数 原本等于0,乘个系数也是0 所以对于等于0来说 它这样子这个空间 这个解所构成的一个空间 也是一个向量空间 对,因为我们现在只是规定在原本的那种 向量的加法跟系数机上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空间 只是一个三维空间里面的小空间 但是在后面我们会再来谈一个什么叫子空间 我们现在先有个初步的感觉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子也是一个空间 事实上,刚刚第二个空间 其实我们等于是在对应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要找三维中的XYZ 和3-2垂直 也和1-1都垂直 构成的地方 这个集合 那这边呢 事实上如果高中数学有一些基础 其实就是说这个都是在找它的外基 对,外基所构成的那个向量 外基方向的那个方向 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空间 只让大家感觉一下 空间其实也可以是长成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可以再来看 其实这些都是空间 那我们就有一个问题是说 到底哪一些空间会比较大 对,但什么叫大呢 我们之后再定义 我们先让大家先感觉一下 什么叫大的空间 我们先来看第三个 前三个 和这个垂直的空间 感觉上就是一个平面 和这两个都垂直的空间 感觉上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法向量的方向 所以是一个直线 要和这三个都垂直 有办法做到吗 这三个只有圆点而已 只有圆点才会沉溺 所以对于这三个来说 这个空间大量不是大 这是其次,这是最小 所以我们这里有个感觉 就是说你这种规定越多 会让这空间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越多规定空间的大小会越小 那反过来我们来看这个东西 我们看3-5-2深层的空间 对,那深层是什么意思 对,深层就是利用我们刚刚的加法跟细数基 这两个概念一直去做 这边因为它是一个相量 我们只能透过细数基一直加 所以这个深层的空间 可以想成是一个直线 但是如果这两个去深层的空间 就是一个平面 那这三个深层的空间 我们大概可以猜想一下 它是一个就是整个三维的空间 整个三维的空间 所以如果深层的元素 基本上我们就是空间会越大 那限制越多空间就越小 那我们先有这个感觉 我们再来去看 严格的定力是什么 但是我们现在的重点先放在第三个 由这三个向量 真的可以伸出三维中的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向量吗 任何一个方向吗 对,我们感觉上它好像可以伸出全部 但是真的可以吗 我们可以找到吗 这是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问题 如何找到这样的东西 我们现在看看 我们下一个问题 我们下一个问题 可能到我们下一个问题 但我们下一个问题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